大家好,我是屯小师,欢迎收看我的视频节目 五月塞尔达发售,大大小小的开发商们纷纷失去的选择避让 只是苦了我这个评测区的up主 因为新游戏突然间比大熊猫还有稀有 选题自然成了这段日子里最让我头痛的事情 反复刷着新游发售表的我,无意间被一款作品所吸引 而它就是今天的主角,伊丽丝深渊回光 不得不说伊丽丝的确很抓人 猛一看人物和EOI颇有些空洞骑士的味道 而在玩法上则神似月亮工作室的傲日 我是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其中一个梦便是有款游戏融合了空洞骑士和傲日的所有优点 抱着这份期待,我点开了伊丽丝深渊回光 6个小时后我正式通关了本作,游戏中各种不适感时刻纠缠着我 开始前照例叠假,我在互联网摸索了两年 终于明白了叠假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评测主要基于正常而非辅助模式 以下内容也全部为个人观点,不认同那就是你对 低重不适是最为浅显的不适 要知道伊丽丝并非一款银河恶魔城类游戏 可官方和某些人却总是在强调该属性 甚至在伊丽丝的Steam标签中 类银河恶魔城都被排在前列 直至近日方才正式推举二线 客观而言,本作是款标准的2D平台跳跃游戏 从玩法的角度来拆解 玩家需要操控天人少女废衣 利用多段冲刺和各种技能 闯过一个个纯线性的关卡 最终赢取属于它的胜利 换言之伊丽丝深渊回光跟类银河恶魔城毫不沾边 用大量笔墨着重介绍本作的游戏类型 原自我个人非常清楚 尽管银河恶魔城类作品当下颇为稀少 但该类型一直拥有大量忠实拥顿 我不希望屏幕前的你跟我一样开开心心 把游戏买到手后再连呼上当 这让人非常不爽 第二重不是来自于本作糟心的动作设计 当然作为伊丽丝最大卖点的连续冲刺还是很爽快的 尤其是来到游戏后期 多达六次的高速突进足以将本作的刺激感和华丽度拉至满点 可除去空中与地面冲刺外 主角废一的其他动作都很难令人满意 跳跃的手感可谓是一言难尽 多说一嘴这已经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 游戏中仿佛存在着一把隐形的大锤 每当玩家跳着最高点时 他都会光速砸到你的脑袋上 开发人员大概率对纽顿和重力有什么误会吧 腾空三秒落下仅需0.5秒的设计 怎么看都不像是正常人的思维方式 倘若说粗糙的跳跃还能被掩盖的话 毕竟它可以无缝衔接空中冲刺 那开发者对于爬墙的处理 我只能说每次遇到需要爬墙的关卡 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先到头 一方面墙体总跟抹了黄油一样无法稳定巴注 另一方面飞翼一旦处于爬墙状态时 所有动作都开始走行 不仅后续跳跃的力度难以被把控 重案时是大跳 轻案还是大跳 甚至连简单的左右登墙跳都很难被完成 第三种不是也是最为严重的不是 是我对制作组关卡打造的抵触 恕我直言 开发者根本没搞懂什么是硬核 什么是刁难 打个比方 假如我是一名拳击手 下一场对手脚步灵活 一双铁拳势大力尘 同时抗击塔能力又异常出色的话 那即便输了 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 实力不济 那再行练过就好 这是我心中的高难度 而绝对不是对手为了赢下比赛 要么在我的水里放泄药 要么在自己的拳套里 天点一遇到汗水 就增加硬度的舒适高 我打不过去 然后有人跑出来告诉我 你懂不懂什么叫做硬核 恕我直言 这跟硬核有个毛关系 这他妈不是耍流氓吗 带着这样的观点 再回望伊丽丝深渊回光 首先背景是红色的 怪物也是红色的 而且在背景和敌人 已经混淆在一起 且难以分辨的大写的一下 为什么还要把他们 藏在隐蔽地形里面 你们是跟我有仇吗 其次除了早期的白色BT怪以外 后面的所有 注意是所有敌方单位 不是可以突进冲刺 就是射出的子弹带方向追踪 我不动他不动 我双脚一旦离地 他们就满屏幕追着我干 而且是专挑那种 让人尴尬的时候 出没主打两个字 最后本作还非常热衷于 把平台机关 尤其是陷阱藏在玩家的视线外 甚至是屏幕滚动的一开始 一言蔽之就是 打死不把危险 提前告诉玩家 强行初剑杀 这就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 我需满力超高速下坠到一半 突然发现正前方 距离我三厘米处 有团岩浆 此刻我把刹车踩断了 都停不下来 只能接受被烫死 接着回到起点 从头再来的命运 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情况贯穿于游戏中的 每一分每一秒 一次又一次 毫无准备的初剑杀 不断累积我自身的挫败感 也不断消耗着 我对伊丽丝深渊回光 本就不多的好感 深入来谈游戏 当然可以让玩家受苦 而且平台跳跃游戏 从本质上就是遭受挫折 磨练自己 提高技术 最终成功迈向终点的 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站在游戏设计的角度来谈 孔明陷阱的偶尔出现 也无伤大雅 特别差一句孔明陷阱 是句日本俗语 表示奇怪的 诡异的出人意料的事物 像是魂系列中的宝箱怪 就是标准的孔明陷阱 但是这种恶意受苦的频繁出现 乃至是贯穿整个游戏流程 无论是第一观感 亦或是通关后的回响 其体验始终都是糟糕的 视频一进尾声 我讲一下 为什么没把本作放入千万编板系列 说实话 为此我整整纠结了两天 反复考虑之下 最终决定还是将它归入诚实评测中 其根本原因在于 伊丽丝深渊回光下设一个辅助模式 尽管制作组不推荐玩家使用 甚至劝劫大家开启后 就享受不到游戏原本的快乐 但该模式的存在 的确可以大大降低游戏的恶意和难度 给普通玩家一个通关游戏的机会 有建于死 我方才做出了上面这个决定 最后给出个人的购买建议 游戏原价为52元 七折记36元以上 托尼老师完全不建议入手 与其买这个 你还真不如把蔚蓝拿出来再跳一回呢 下期我们评测魔界咕噜 我猜他才是真正要尽千万别买的那一个 我希望自己是对的 可我掏出去的400块钱 则希望我是错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托尼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